嘿 大家好 晚安 我現在人在台中 我們來為各位更新一下行情吧 其實現在比特幣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倉位好了 那我現在呢 還是一樣持有著 在昨天今天 都給各位看到的這個倉位 是100萬美金的多單倉位嘛 那入場降的是不太好 所以我這次的倉位就沒有像以前下的那麼大 那麼這次的情況來看呢 以太坊跟比特幣 哪一個才值得做 一定是比特幣 所以我做多單的這一次 是只有做比特幣的 以前我都還根據強度 去做不同倉位的調整 比特幣跟以太坊之間 那麼這一次呢 我是只有做比特幣 因為比特幣它的強勢程度 是完全壓過以太坊的 如果說大家有看一下匯率的話 就可以略之一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2.4顆比特幣的收益 大概是多少美金呢 大概是6萬6千多美金 6萬6千多美金也算是很不錯 買一台還算不錯的車 也絕對沒問題了 或者說小小的房子的投契款 那如果說你是想交易的話呢 可以歡迎點擊下方的 Buybit鏈接 我個人都是用Buybit在做交易的 因為它真的是最符合 交易者的一間交易所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特幣的日線圖吧 在日線上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現在比特幣它運行的區間 是一個量能的真空區 那像這種量能的真空區 通常它真的就是運行的很快的 也是我們交易者最值得把握的 因為其實 畢竟我們做的 OK 現貨我們先姑且不論 現貨我們當然是有做囉 我們在1萬9的時候就說進去了 那期貨的話 像這種快速突破的區間 它就是最好做的一段價位 那這段價位呢 我們就務必得把握住 那這一段 其實我們可以結合左邊的這個量能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般看的這個量能 都是竹根做計算的 那我們現在看的這種量能柱 它是根據價位去做堆疊的 那你可以發現 我們在這個位置 它量能是完全縮進去的對吧 那這種縮進去的量能 就表示在這個地方換手很少 那我們價格突破的時候 就會走得很快 你可以發現我們現在 就正在突破這個價位 那像這種價位在突破的時候 運行的很快 就很利於我們期貨的交易者 因為我們做期貨 其實要的就是快 要的就是快 要的就是快 而且要安全 那像這種位置 突破的時候 就會走得又快又安全 所以其實我們在前幾天 不只是今天 我們在好幾天前 甚至好幾個禮拜之前 就有不斷的提醒到各位 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 甚至四年就只有一次的 OK 那你可以發現 如果說我們在觀察量能堆疊的話 下一個量能的突出來的地方 就是比較有量能堆疊的地方 就是在三萬左右 OK可能三萬零五百 左右的這個位置 到時候 我極有可能 看著這個就直接減倉掉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到時候受到阻力的情況是如何吧 不過 就現在的情形來看 你可以發現 現在比特幣 它就正在突破這個量能的真空區 那這個機會呢 我真的找不到任何的理由說 為什麼不去抓住它 而且我們兩萬五的這個強勁的阻力 我們之前嘗試了幾次 都沒有有效的做突破 那不過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可以發現 它已經是很明確了 真的是很明確了 你可以發現我們這個位置 對不對 很弱勢 但是我們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OK 即將突破了 但是進行了一個比較強烈的回調 因為追多人多了 市場想洗盤 那你可以發現我們現在呢 非常的果斷 非常的 簡潔有力 就直接突破了 很乾脆 完全都不拖泥帶水 直接一根陽線 一根大陽線 10%的陽線 直接站在2萬五上方 那這肯定是突破了 那既然突破了一個重要的阻力 我們下方有量能 籌碼堆積 就一定得做多 這個就是我們的原則囉 那你可以發現前面有一根針對吧 可是後面的這個K線 完全把前面那根針給吃掉 那這種清新 確實就找不到任何看空的理由 就以現在這個時間的尺度來看 OK 那我們再切削一個級別 你可能會說 那現在入場 那價位不好 價位不好沒關係 我的價位也沒多好 我的價位也是在一個 非常 不怎麼樣的價位 對吧 非常不怎麼樣的價位 那沒關係 我們長位可以開得小一點 稍微小一點 不過我們的方向呢 要做對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這個時候一直去想著 要怎麼去做空的話 那這肯定就沒有抓到重點了 而且我們之前的這段小回調呢 就是我們假突破 走的這段小回調 它也是完全的宣告結束了 你可以發現我們突破前高 而且可以確認是一個382的回調 所以這我會認為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現在走的還比較健康 那麼量能呢 平穩的輸出 然後不斷的上漲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不可以看到爆量的陰線下來 這種平穩的量能呢 可以的 比較沒有那麼激烈的 沒問題的 但是我們就不可以看到 有大的陰線 有大的陰線的話 那就真的得快跑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贊、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很感謝各位 拜拜